民进党团真的对于 执行权有这么在乎吗 好 那就保留谈性 看到韩国瑜 他召开了这一场朝野协商 民进党团就要求 轮到执行的立委如果不在 那就全场休息 等好等满 等到委员到了 再开始 真的有那么在乎吗 今天陈建仁就在520 改组之前最后一次来备询 有多少人改书面执行了 今天委汉道我们来看 就这个现场 这个现场让黄国昌大爆炸 这个现场是朝野协商 韩国瑜一个动作 让所有盘算统统都现行了 好 俊强哥还有报信的观众朋友 国瑜院长调和顶案 又来了 委员咨询 对不对 释款责源 来朝野协商 国民党很坚持 你们自己没有来的 虽然我们大义面性 也有罗明才图圈集 也就是算了 但是问题是民进党想说 你就图圈集 我们想让他恢复执行权 其一 恢复执行权 其二 柯建民来找一下柯建民 他提出一个建议 比赞台北市议会 我们今天有台北市议员在这边 采薇 他说不然就这样好不好 以后我们就定时间 俊强哥你第一个两点半 四五分钟 我第二个两点四十五 那宇轩就是三点 一个人十五分钟 讲好讲完 所以宇轩三点 你就算是两点半来也不关你的事 那如果俊强哥突然有事情要主持 没有来怎么办 大会十五分钟 等待 等啊 官员都到了一起等 那等到了两点十四分 对不起 两点四十四分 换我两点四十五对不对 我突然觉得说 我把他倒在听的 我改顺便 我改顺便怎么办 再等 等到后面三点的时候 宇轩才能上 可是宇轩其实当年半年坐在那边 不仅经常胸中 不能上台 柯建平的建议 我讲这样大家听懂 柯建平说我们就改成以后 就是时间制 一旦排出来以后 那就按表操课 即使有委员临时没有来 那就在那边等 等完十五分钟就好了 就不会有人觉得他被没收 与弊 黄国昌爆花了 他大爆花了 他都等一下 如果临时给我改了那个 对不对 书面质群怎么办 我们那个基础点要怎么算 对不对 然后马上就有人插嘴 这边书面质群 书面质群不算 这现场口头质群才算 可是问题是 他那个基础点要算清楚 没有的是 你有什么插我的嘴 黄国昌大爆发 来看这段画面 很重要喔 因为有 讲这个是口头咨询的 不好意思喔 请你尊重人家发言好不好 我每次在讲话 你插什么话 你在讲话 我 我有在插话吗 我再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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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案 跟你说明一下 好好好 我有说错吗 干什么不尊重人吗 赶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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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要改时间制吗 对 那我要提案人 你解释啊 他误解了我的意思 对 他的意思说前一天是书面就是书面 你不要到第二天再来改 所以我给你解释一下怎么了吗 但黄光讲说你等一下 你前面讲多久 我都没有给你插话 我一讲话你就插话 好我就讲了 有交情就没关系 没交情就有关系 大有关系了 撑起何时 这个不常见 我会跟你讲唯一啦 把立月麦克风来 导包你看再放一次 喊到麦克风破音 是啊 根本没办法收音 中间几个字还吃掉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场的瞬间分配超过130 对不对 那升起完以后 东西一拍 桌子一拍 然后就出去了 对不对 他旁边他有 你没有注意听见刚刚柯源讲什么吗 快快快 快就好 快就好 对不对 他的意思就是嘲讽你嘛 哎呀你又在演了 柯建民之前有录过一个影片 他说黄国昌很好激怒 我讲的是2016到2020 记不记得我们报新闻 当黄国昌来当总召 柯源当总召 我想说他们两个对不对 作对失差 选院长不会合作 有没有记不记得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段对不对 失前的恩怨嘛 他之前就有曾经接受访问的时候 笑笑的讲说 黄国昌很好激怒啦 我只要吐一下 他就会 然后呢 就会跑出去 是年前啊 对他说他就会跑出去 可是这个是昨天的 你看黄国昌又生气又跑出去了 就现在很多民进党师讲说 等一下 国昌老师是不是中计了 他故意激怒你 然后呢你就真的跑出去了 所以现在重点 到现在为止 我现在讲这一题 大家还在吵啊 绿白的事实者还在吵 就说黄国昌错了吗 黄国昌被插话 柯建民没礼貌 那民进党师 民进党师讲说 哇 柯建民果然是国昌克星 你一戳中他 他就跑出去了 这就是黄国昌昨天 跟这个柯建民 他们两个的对决 但是从头到尾 即使 就像个现场分威数那么高 有一个人气劲沉嫌 我们大家还是和快一点 他完全没有受影响 韩国瑜院长 那 導播在发生这个画面 有有带到他 黄国昌跟韩国瑜院长 抱怨 有没有 他跟他讲说 对不对 他这样子就不尊重了 有没有 你看他后来跑出去以后 对 韩国瑜院长跟柯建民讲说 好好好 没问题 我们继续开会 我们继续开会 然后呢还把柯建民的办公关掉 他说好 你不用再讲了 他说为什么我要把它关掉 所以韩国瑜院长如鱼得水 立愿有鱼 就是这个意思 他其实面对了这个 蓝绿白的攻防 他都没有特别的 有什么样的心态 而且呢 他的心情非常的平静 那到现在为止 你要知道 因为这个韩国瑜院长 在立法院 他现在目前 他的新的院长的作风 不同于游锡坤 苏嘉全跟王金平 也让很多的观众朋友耳目一新 他按照这个所谓立愿 议事规则办事 虽然他的动作出手重了一点 可是他的态度非常的温和 然后也跟大家讲说 要有咨询权 他也就开放大家讨论 他也没有说不行 可是国民党团 反对的状况之下 到现在为止 这个事情没解 那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是反映在 实际上的网络声量 因为韩国瑜已经不是 友台不是做民调支持 做他第四吗 前面有卢秀燕 陈吉曼 但你要知道声量 他是第一 现在目前韩国瑜的网络声量 他是第一遥遥领先 连总统跟柯文哲 都输给韩国瑜 所以当他的整个声量 往上冲的时候知道 现在全国人非常关注的 就是韩国瑜院长 那沈副雄沈大老也讲说 哦 这个韩国瑜 我真有厉害 他就像他一样 就说整个立法院 被他弄成一个Zone 我们可能是 我们是沙漠的生物 不是透过透明玻璃 看到里面的水游来游去 对 水族館里面 有个水族館的生态 他把整个立法院 那大家可能有大鱼有小鱼 有这个绿鱼有白鱼有蓝鱼 但是大家都在水族館里面 对不对 那水族館这个Zone 是我韩国瑜的重 所以呢 如水得鱼 如鱼得水 立愿有鱼 韩国瑜 来 雨萱 太离谱了 这个今天一吼 把韩国瑜吼上了人气新高度 坦白讲 我反而看到黄国昌这样 我安心多了 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黄国昌最近这一阵子不正常 他最近这一阵子 你很久没有看到他 再如同现在这样子咆哮 以前在立法院是怎么样 就比如说 我们从红楼进来嘛 那远远你就会听到一个声音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忘了 国昌正常发挥 但这两个月 请问像黄国昌有没有这样咆哮 很久没有了 很久没有 安静了 现在你知道黄国昌最近流行什么吗 炎毙韩院长 韩院长指示 我尊重韩院长 根据韩院长的安排 你不讲我都以为黄国昌 那一爆之后 已经变成韩国瑜的小弟了 就很怪嘛 所以我很担心他嘛 我觉得他这阵子很怪嘛 就已经跟以前的战神不一样了 现在战神回来了 对他现在变成是比较小蓝 那一种宗教嘛 或者说小韩就是一种宗教 或者你要把两个凑在一起也可以 就是黄国昌已经变成不是原本的样子 直到今天我终于这个释怀了 心中大时候放下 为什么 因为黄国昌回来了嘛 如同过去咆哮的黄国昌嘛 不然现在每次政论节目上 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叫 我都觉得有点孤单嘛 没有人陪我一起叫嘛 所以状况是这样 但我坦白讲 黄国昌他真正的理文本是什么 其实他不是真的叫啦 俊强哥 演戏啦 你知道哪个演戏吗 他前台词是什么 我就问你看喔 他现在是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掩蔽韩国瑜 都跟着韩国瑜走 然后被民众党笑 被太阳花笑 被所有他的支持者笑 所以你黄国昌 怎么会变成一个小蓝的形状 那理由很简单啊 他未来要干嘛 选新北市长嘛 选新北市长嘛 所以他势必得跟国民党合作嘛 那俊强哥 我访问一件事情喔 如果他不在这个时间点讲说 你插什么啊 每次讲完就插啊 他不这样演这一出 对 那我请问他如果坐下来 他接下来要讲说什么 是不是所有的立场 都会跟着傅昆吉 都跟着洪梦凯走 那请问他是不是要被 民进党减退又要被人家笑 对嘛 所以你看懂了嘛 是 他正在做什么 我讲完说一切按照意思规则 我不知道你民进党在这边吵什么 然后呢 想说好 那我赶快画下个据点 给自己台阶下 而柯建民刚好这个球就丢过来了嘛 丢过来之后 他就 我跟你讲啦 他就吼个几句 他才可以安然退席嘛 退席之后 他需不需要再表态 不需要了嘛 所以他真正目的在这边嘛 只不过这个素质 跟这个对话内容 小学生看了都摇头 而且我最后讲 谁啊 大家 立法恩同仁麻烦去关系一下 那个麦克风的心理阴影面积好不好 应该很严重 我觉得高度回来应该坏掉了 董哥 对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党团协商 就是不管你 这个党团人有多少 大家都是一样的 平等的 是 那黄国昌 掉头而去的话 其实你可以让民进党 一直要再搞的这个把戏 民进党在搞什么把戏 三月十五 畅明你不来 他现在是要回他的时间说 让我再来口头执行一次 他现在要求这样 那如果国民党答应的话 表示韩国瑜错了嘛 对 你怎么没收他的执行权 那韩国瑜自己不方便讲 那韩国瑜帮他那个 好 那我一拍就走了 走了你 所谓党人协商 三个党都要签字 就破局了啊 当然就破局了 我又不在场 我已经掉头而去了 是 那你柯健明进来 赶快离开 赶快离开 好那是你叫我离开 我就不回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破局 只要有一方不签字就破局 那他已经掉头离去 他不会签字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歹系偷棚了 就变成民进党 下来就很难看了 因为你一直说 还我执行前 现在还要还什么 三月十五到现在 我们过几天 大家扫完幕 就已经四月中了啊 你还在搞你这个 历史翻了好几页了 然后最后大家讲说 你如果再炒这个 就没事了 为什么 因为是你让人家唱名三次不来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攻防啊 有时候是很幽微的 但是 韩国瑜真是浩子女侠 国民党也不出声 其实 护困棋也被插好几次 他心里也很不爽 可是他没有发作 大胆嘛 那韩国瑜 你可以看到 这应而一句成语叫做什么 疑不可及啊 对 韩国瑜也疑不可及 对 你看这几任的立法院长 他就笑一笑 好好好 那你麦克风宽调或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那种指挥肉定 反而让大家觉得说 过去在立法院火爆 的男人是韩国瑜 韩国瑜过去在一场 是丢油清杯子 是痛打陈水扁 阿扁住院三天你都忘了 可是他已经 已经层次提高了 就像我们台北台资光 我们台北的监视器 已经提高了 很多人不去讲 他的功能提高 韩国瑜用他的行动来展现 我现在已经是三美咖了 是啦 神父雄神道老师 这个立法院被韩国瑜 变成水族箱 所以看到两只斗鱼 在里面斗来斗去 那我坦白来讲 这出戏我个人觉得 一搭一唱 就对民进党而言 他其实也想要下车 那柯建民抓到这个机会 所以黄国昌在场 那我就来激怒他一下 让他引人这出气之后 从今天开始 没有人会在讨论 所谓的没收咨询这件事情 大家讨论的是什么 讨论咆哮地 讨论黄国昌整个大暴走 讨论 你看今天早上柯建民 还特别出来受访 继续谈黄国昌 所以已经没有人 在谈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被没收咨询这件事情 其实在民进党内 是有两派意见的 王世坚不是要急踩刹车吗 说不要再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 老哥知不知道这样的情况 他当然知道 他当然知道 这一滴在吵下去 对民进党没有利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柯建民他就特别 设了这个局 故意激怒黄国昌 大家不轰而散之后 大家也不会讨论说 这场协议 这场朝野攻防 到底有没有结局 不会有结局了 大家只会记得 一个人走了 那个人叫黄国昌 所以你看得出来 今天民进党的战略很清楚 他就要模糊整个的 所谓议事规则的情况 所以就变成说 议事的焦点变什么 就变成吵架而已嘛 因为吵架是大家 最好理解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看得出来 柯建民用这一招 其实他是别有用心的 他等了好久 昨天等一个下午 终于等到黄国昌讲话 结果黄国昌一讲 的确 我就马上对你回去 黄国昌一讲 的确 我就马上对你回去 黄国昌一讲 他就说你赶快走 赶快走 因为这个剧本 已经达到了他的要求 所以采薇你看到 今天院长手这么一柄 他维持了高度 可是民进党 提示提案了 什么都没要到啊 这个很有趣哦 因为为什么我要 叫大家看这个画面呢 黄国昌在怒吼的时候 后面有一个 我们国民党团的资深幕僚 黄国昌怒吼说 他马上把头低下来 意思要用手去遮住自己的脸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对 你解读一下 为什么 因为他早就知道 黄国昌第一 一定会这么做 第二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上新闻 所以他为了不想要 让自己也上新闻 马上黄国昌一怒吼 遮住自己的脸 黄国昌这种套路 四年前早就用过一次了 现在再持续的使用 也凸显了第一 他自己完全没有进步吗 武器报新闻 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 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100万的订阅 我再唱一下 请大家楼上楼下 抠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喔 感谢你